就是會去想像他 心靈現場的時候 他到後台會跟我說什麼 我都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角度照顧一下 很開心喔 我覺得十一月 十一月 哎呦哎呦 我原來是有玄機的齁 OK 那我們收一下Banner 準備來開拍一下 亮亮忙碌充實的 大家趁前幫再給一下下 我覺得很不容易耶 陳寗的成長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隨即生氣 好我來囉 喔首先慶功宴是麻辣鍋跟酒 但是慶功宴前就是演唱會那天 我有跟你們比嘛 一個很小的番薯這樣 然後慶功宴隔天其實體重沒有胖 然後後來呢 9號我就吃了牛雞肉咖哩 方位增湯牛棒甜不辣提大米蘇 巧克力泡菜巧克力軟餅乾 梅子洋芋片酸梅們 鹽分好高喔 然後昨天吃漢堡甜薯片 五支鴨翅跟巧克力 就從44.8變46.8 是不是還蠻值得生氣的 然後外加生理期 沒有夢到欸 應該是說隱隱約約有 可是我覺得那不是 我想要的夢到是 不是思念的夢 因為我 呃 就是 反正 過去有好友還有自己的家人離開 如果是他們真的回來看的話 你是感覺到是回來看 但是我知道現在 我如果有一點點依稀的那個夢境的話 我覺得那都不是 所以我覺得他還沒有 就是會去想像他 心靈現場的時候 他到後台會跟我說什麼 我都可以想像得到 他就會說 靠陳琳你真的很屌欸 真的很喜歡欸 哪裡很帥啊什麼 然後他就手舞主導這樣 然後可能會跟我說 聽到哪一首歌的時候 他覺得很感動什麼 就會一直想像 他親口跟我說這些東西 我在對 我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我投入度大概只有20% 如果我非常 投入在裡面 因為我在念他那段語音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整個太投入了 然後就會很哽咽 但是我不想要做這樣的表現 我還是很希望就是 開心的介紹他 然後 反正就是不想要 太多